在我国广大南沙的所有岛礁中 主币礁绝对是一个非常可恕的存在 主币礁不仅礁盘非常大 而且礁平又长又宽 经过面积的勘测推算 这里可同时建成一个优良港 以及一个大型优良机场 由于这里具备非常好的吹田条件 所以吹田成本要远远小于其他岛礁 这里是一个典型的花小钱就能办大事的地方 纵观周围海域所有岛礁都不具备这样的基础 这就使得主币礁的价值更加被凸显了出来 所以数十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快速发展 我们也对主币礁上的涉石礁进行了不断的修建完善 时至今日这里的助手班房 已经从最早的简陋钢铁高脚屋 经过吹田扩建后面积增大了约4.3平方公里 不仅拥有港口中转站 还建成了一座大型的机场 成为了我国南沙区域三大基地之一 是西沙主岛永兴岛到南沙最近的大基地 与美济礁机场永暑礁机场形成品字型支持形态 价值非常的巨大 作用也是不言而喻的 那么大家肯定也会好奇 主币礁经过吹田后 当前面积一共有多大 建设港口机场后又会对我国产生多大的价值呢 我国自2015年1月开始 在主币礁胶盘上吹田建设 值得一提的是 整个吹田过程基本全部采用国产大型挖泥船完成 引得周围国家非常的羡慕 因为大型的挖泥船 以及相关的万吨配套设备属于高端制造机械 目前全球能够制造出的国家屈指可数 并且挖泥船由于作用特殊 基本都会被用于吹田导礁 所以这种大型机械在全球范围来说都是属于禁售机械行列 有钱也不一定能买得到 只能说如果别人愿意的话 只能花高价按时用小时来租赁 国际省动辄数万美元每小时的租赁价格 价格极其高傲 因为吹田工程基本上都在半年或者一年以上 这个对于任何国家来说也不是一个小数目了 而我国则不受这些条件的限制 自己的地方想怎么扩建就怎么扩建 后来经过我国施工团队的不断努力 建成了永路面积达4.3平方公里的人工岛 一举超过永守岛的2.8平方公里 仅次于美濟岛的5.6平方公里 是南沙面积第二大人工岛 大家别看这4.3平方公里的面积 在我们平时看来不大 但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上进行扩建 每增加一平方米的面积 都要付出极大的努力 能在大海上填海造陆 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 不是每一个国家都具备这样实力的 并且我们还得继续增加施工难度 在主币岛上修建了宽60米 长3250米的机场跑道 并且附带修建了办公楼 灯塔 农场 田径场等一大批建筑设施 这座机场投入使用后 王大了说 说的正是一点 我们可以大幅提升该地区空中交通的服务能力 还能为世界各国提供航空气象 紧急备降 海滩救助等等诸多服务 王小的说 我们自己有一座这么大的机场 如果我们需要这里是完全可以起飞 目前所有大型飞机的 包括百吨级别的大型运输飞机 如果我们想要更加准确地知道 主币岛的战略价值 就必须把眼光放得更广来看 放到整个南海上空来看 主币岛正好处于大中心的位置 到哪里的距离都是基本相近的 北距海南约950公里 南距曾母岸沙约800公里 南距马六甲海峡约1500公里 当这里拥有了完善的机场和港口设施后 对于保障我国唯一的能源安全通道 马六甲海峡航线 具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从这里起飞飞机的话 只需要不到一个小时 就能达到周边任何想去的地方 同时凭借着大型的港口和机场 可有效地对周边的岛礁进行巡航巡逻 而这都是一般小面积岛礁所不具备的 所以说主币礁的面积是非常大的